2023年的暑假注定是属于肖战的 玉古瑶刚刚热播结束 持续热度还在继续支持 已经多轮热播的梦中的那片海再次来袭 8月1日晚7点30分 定档安徽卫视黄金档 又是黄金档啊 我们的好大海真是太棒了 你敢想不敢想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已经是梦中的那片海第八轮卫视轮播了 并且是第四轮黄金档 央八播 东方播 央一播 北京播 安徽播 晚上播 白天播 播了一遍再次播 真是肖战罢瓶整个暑假档的节奏 大爆剧就是适合全国各地观众看 从6月份开始 肖战就可谓是刷脸罢瓶各大平台 梦中的那片海的播出 是肖战坐稳了那于郑小生的位置 肖战在剧中精彩的演绎 让很多对流量艺人持有偏见的观众眼睛为之一亮 几场重头戏 肖战处理的思思入扣 恰到好处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其中很多动人的细节 都来自于肖战本人的设计 肖战用实力扭转了众人对于流量的偏见 肖战被称为稀缺的流量兼实力的优质年轻艺人 7月份玉谷摇的热影 又让大家再一次惊叹 肖战作为国民度爆棚的顶流艺人 在偶像剧领域里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在剧集被全方位防暴打压之下 肖战凭借顶级的人物形象和扎实的演技 带着剧集杀出一条血路 使一部古偶剧 赢得了口碑剧的名头 被大家认定为名选报剧 剧中肖战饰演的人物台词大火出圈 各大官方借用宣发 肖战时影的形象和声音刷遍各大平台 肖战的颜值演技台词都获得了大众一致的认可 有流量有演技 这样的顶流实至名归 2023年的暑期档是实实在在属于肖战的暑期档 从我们的好大海到我们的好大窑 肖战用作品力证了 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素养和野心 一年手持双暴剧 演员肖战值得点赞 肖战的作品《玉谷瑶》 已经完结有一段时间了 内宇也不是没有其他古偶剧上线 只不过那颜值和肖战的实影对比之下属实是有必 如此之下 竟然有不少观众 依旧在《玉谷瑶》里 沉醉在实影大神官的风采中 《玉谷瑶》能够有如此优秀的成绩 自然免不了男主肖战 本身肖战就容易引起 内于业内对他的研究 分析他的粉丝构成 那么《玉谷瑶》一出 这部剧的剧粉是什么构成 就成了大家心中的问号了 如今终于可以看出来了 社交平台发布观看《玉谷瑶》的人群 构成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 高达87%说明 要看懂《玉谷瑶》需要一定的官剧门槛 《玉谷瑶》这部剧 大家从利益、罗技、道家、佛家、儒家、美学、前呼后应、虚声相识等各个角度进行分析 而能够分析出这些东西来说明官剧者的学识很高 那么这个数据的呈现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而看《玉谷瑶》最多的剧粉人群分别分布在武汉、北京、上海 有66.89%剧粉处于单身状态 恋爱中的占比为7.39% 已婚的也有22.74% 从这个数据也能看出 《玉谷瑶》的剧粉基本上都是成年人 且经济自由 学识足够 他们所写的剧评真的好让人佩服 有学识、有深度、有高度 他们每次浅词用字语言表达的精确度 分寸感、节奏性、内容或长或短 无一例外皆是真情流露 特别是以实影为例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恨不得拥有他们的嘴 不少剧粉都被网友们称为互联网嘴涕 那么毫无疑问这群剧粉中除了路人之外 大部分人群都是肖战粉丝了 曾几何时 这群粉丝在大家眼中 都是只会做数据和买代言的存在 但如今这育骨摇剧粉数据 加育骨摇剧评内容一结合 不难看出这群粉丝真实的文化水平有多高 很多人喜欢肖战都是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终于人品 肖战的脸已经是女娲必摄了 她的人品那是即便是经历227事件 也没有崩掉 但她的才华却是在一次次作品播出后展示了出来 不知道是肖战的幸运 还是观众的幸运 她总能为我们奉献出一个 又一个非常具有讨论度的人物 从最早的魏无限 故意也 肖川升到现在的时影 这一个个让人着迷的人物 充分的激发了大家的创作欲望 各种剧情存储五剧屏的存在 也是一次二次创作 它能让自己更加沉迷在剧集之中 也助力了剧的传播 所以说肖战有一批绝对高质量的剧迷跟随 玉古瑶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肖战的出演 更在于他所吸引的一批高质量的观众 这些剧粉们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还有着对于艺术的敏锐嗅觉和独特的审美眼光 他们对于剧集的关注和热爱 也为整个行业注入了一份正能量和高度 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古装剧这一类型 肖战的才华和表演 更是在这些剧粉们的眼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 因此我们可以说肖战的成功 也需要感谢这批高质量的观众们的支持和陪伴 据爆料青年演员肖战和将是多年的挖唧唧挖公司 终于解约了时间到期 至于团约时间到了会自动拿掉前缀 其实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肖战和这家公司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关系 在肖战最困难的时候更是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大概只存在于分成这层关系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当然都希望肖战可以解脱自己辛辛苦苦挣钱 和一家实质上没有关系的公司分肯定说不过去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红红火火的演艺事业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电影电视剧舞台等多点开花 相信这种状态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总之提前祝福肖战不好的终将过去 接下来都是明媚阳光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也是一位正能量十足的优质偶像 肖战已经陆陆续续带来了非常多经典好作品 相信未来的肖战依然有更大的能力去实现梦想 带领全体小飞侠大家齐心协力 不忘初心谨言慎行 他是努力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 肖战的曝光度大幅提升 他还成功解锁了一项特殊成就 可谓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个成绩就是肖战的粉丝突破了2800万 目前粉丝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着实了不起 在这个特殊时刻 不少公众号也向肖战发来贺电 整个画面真是和谐 此外 有细心的粉丝还整理了肖战粉丝数量的变迁时 从刚注册时 到出道后粉丝突破100万 500万 1000万 再到现在的2800万 每个时间点都清晰可见 使真的改变令人深受感动 肖战成功解锁了这一特殊成就 粉丝数量突破2800万 许多官方账号也向他发来了祝贺 作为肖战的粉丝 在这个节日里我们都有发言权 不少粉丝表示 前面的路让我们一起走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和肖战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这也是彼此的骄傲 现在的粉丝确实让肖战感到自豪 因为他们多次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正能量的影响力与日剧增 着实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 对于大多数粉丝来说 我们并没有一直陪伴在肖战身边 以前的路我们或许不明白 但希望以后的日子我们都能一起走 虽然2800万的粉丝数是一个特殊的成就 但肖战的粉丝数将突破2900万 3000万 4000万等 对于肖战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们想成为他的见证人 从数据上看 明星粉丝过异的情况并不少见 包括何炯 谢娜等 粉丝60到7000万的明星也不在少数 比如王俊凯 易阳千玺 王源 陆寒 迪利热巴等 因此肖战也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让我们继续期待 等待肖战解锁下一个成就 他也会继续努力 我们将继续支持他 陪伴他成长 当然肖战粉丝数量的快速增长 也引发了一些公众的讨论和讨论 有人说肖战的受欢迎程度真是惊人 连续几次突破百万 千万 最后2800万 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粉丝们也不负众望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但也有人认为肖战的粉丝增长太快了 是否有人为操纵的嫌疑 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一些疑问 确实肖战在短时间内 粉丝数量的快速增长确实令人惊讶 毕竟粉丝数量的增长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真正的人气支撑 然而肖战的粉丝群增长如此之快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是因为他最近的热门剧引起了大批粉丝的关注 还是粉丝在配合一些营销策略 这些问题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也让人好奇 或许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研究 才能找到答案 无论如何 肖战的粉丝都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支持者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他们都会陪伴他走过每一个阶段 肖战粉丝数量突破2800万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肖战的成就还有无限可能 同时我们也期待肖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在事业上不断突破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事业上不断突破' 就是这样做的